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Doris 我是刘 昨天是999纯金 那今天呢 就是只有小涨 很多人都说是弱势反弹 你觉得呢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标题 是 昨天台北股市是大跌 999点 有小画面就好 那你觉得说 这是要999纯金 对很多人而言 是余记有纯 可是你很开心 我们又很开心啊 我们是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件事情 台北股市史上最大跌点 然后第二大 昨天是第几大 第五 就是第三大的一个跌点 而且外资单日卖超千亿元 这是史上第一大的卖超 所以经过昨天台北股市的震撼教育之后 大部分的人对于今天 你敢立刻冲进去大买吗 不敢 不敢嘛 是 昨天融资开始减少 但是对我而言 我觉得 未来的行情 特别是第四季开始 一定是一个柳暗花迷又一春 为什么 我没有悲观哦 因为你仔细去观察 昨天外资期货的空单 大幅的回补六千多口 对 今天又回补了三千多口 等于两天的时间 短短两天的时间 外资用现货往下灌杀 但是期货空单已经回补了一万口了 对 好 那很多人问啊 昨天我们去哪里 昨天不是因为大盘下跌 就跑去躲起来 落跑 是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 昨天我们去前进台北国际半导体展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大盘在震荡的时候 如果你的心思 然后你每天这样打开 看这个盘面上 一整面都是绿的 你就觉得心情不好 对 但是我觉得投资朋友要把眼光放远 你应该去观察 现在的产业趋势在哪里 你越深入去了解一个产业 越深入去了解一家公司 背后它的趋势跟方向 特别是在大盘有震荡的时候 股票跌乱七八糟的时候 你才会有信心的持有它 好 那当然就像这个标题一样 我所说的 乱世出标股 就像以前嘛 这个三国时代 很多乱世英雄嘛 机优声 他就会跳出来 像以利店 今天供到涨停板 团队的波段获利也来到30% 好 那我们有赠送大家研究报告吗 别忘了 还没收取的 要怎么办 在影片下方填谁表达或是拨打电话进来 五六七七次都是落在今年 都是落在今年 那这个是前五大的跌幅 你会发现前五大跌幅 全部都是2024都是今年 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啊 因为我们现在指数很高嘛 超过两万点嘛 它的波动就会特别大 所以2024年充满了机会 在上半年 很多股票涨翻天嘛 但是它也有一些风险存在 那索性风险已经过了差不多了 真的吗 我相信接下来迎接我们的 就是一个美好的第四季 跟这个比较明朗比较明确的 2025的第一季 好 为什么现在市场它有点担心 当然外在环境因素 比如说美国总统大选 大选前市场在观望嘛 到底是这个 川普还是贺锦丽呢 对 大家会害怕嘛 万一川普当选怎么办 是不是美中贸易战 科技战又搞得一团乱 对 那也会担心说日央 它接下来升息的角度 升息的这个步伐 到底是怎么样 是 好 那大家会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存在 那市场就会观望 但是我觉得股票市场就是这样子 是 人气我取嘛 人家在观望 人家在害怕的时候 存在不确定的时候 就是你的好机会 好 等待股票市场都你涨上去了 看起来一片乐观 万里无云的时候 你才进去买 其实那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很安心 很放心 没有错 可是你的报酬 你的空间就变小了 是 好 所以 大家都提到说 这个九月有九月魔咒 是 好 那台股崩叠 有可能会形成第二只脚 那我就问了 嗯 什么叫第二只脚 我们 你没有第二只脚吗 有啊 每个人都两只脚 对啊 好 什么叫第二只脚 所谓的第二只脚 就是 你看到前面这波沙盘 沙下来破两万 是 后面反弹到前波的高点附近 嗯 他会有压力 投资朋友看到前高就在前方 他会习惯性的想要卖一些股票 调节一些股票 这叫做价格惯性 好 后面又拉回来 稍 就像这次一个修正嘛 小幅修正 好 这个修正只要第二只脚的低点 没有跌破第一只脚的低点 嗯 那这叫做黄金右脚 哇 什么叫黄金右脚 没有跌破嘛 没有跌破前低嘛 然后他就开始形成一个反弹 然后过紧线 就确认这个右脚打底完成 嗯 但是右脚打底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右边在突破紧线位置的时候 成交量要非常明显的放大 那你看这一波在出现这个右脚杀下来之前 是 成交量都在3000亿左右 甚至于更低 对 就是说市场是一直观望的 一直在看 你看我看你 连当充客都不太敢买 嗯 可是昨天成交量一下子就杀出来了 对 砍到这个5000亿左右 嗯 为什么 就是有另外一波人出来停损了 出来卖股票了 那今天很快的 成交又萎缩到 剩下3210而已 是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 是一个好现象 好 接下来 你就是要观察 什么时候能够站回 紧线位置 然后右边带量突破 嗯 好那当然我对于接下来行情 为什么我是比较偏向乐观 除了刚刚所提到的 这个外资期货的空单 开始回补以外 对 关股航库昨天大买217亿 史上最大 证明了政府是有在看的 你知道吗 嗯 期货空单 9月4号减6228 9月5号减3847 刚刚提到嘛 两天减了1万口 嗯 基本面来看 台积电的这个共同的执行长 他名字很特别 是 乍看之下 好像什么玉米 对 他叫米玉结 好 好 这是台湾人 不是外国人 很特别的信啊 这个你看就是印象深刻 对 但更重要的是他所说的话 他说AI有巨大的机会 什么机会 未来这个GAI 嗯 或者是TradeGVT 他说AI 这个处理器的年复合成长率 预估会超过5成 哦 然后期待杀手级的应用问世 哇 现在这个法人机构啊 投资机构 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 就是北美四大的这些资料中心 CSP的业者 投入的资金动辄是百亿 甚至于合计起来超过千亿以上的美金 嗯 那我投资这么多钱 那我有办法回本吗 对 那有没有办法回本吗 那推本关键是你的商业模式 你的商业模式 你的终端应用到底在哪里 是 那在去年5月份 为什么AI会红 那就是因为突然看到TradeGVT 哇 好厉害哦 我只要这个深层师AI 我只要打是问这个机器人 对 好这个甚至是AI机器人 有什么问题我问他 那他就给我这个回复 给我回复这个答案 嗯 然后TradeGVT不断的进步 可是这一块OpenAI 它的收入仍然是这个小于它的支出嘛 对 那相关的应用怎么感觉好像没有更多的应用出现 其实有的 它会越来越多 比如说以前是文字的 是 好你问他文字问题 后来变成图片的 用以图生图 再进化到什么 用影片 用文字生成影片 或用影片生成影片 或者是你用机器人去训练 嗯 以前的机器人你要告诉他怎么样拿这个桌上的苹果 是要写一条程式 告诉他要怎么拿什么角度切入 什么样的力气握起来 现在不是哦 现在是我给这个机器人训练 给他图片 给他影片 怎么样拿苹果 或怎么样握一个东西 或是怎么样站立 怎么样前进 怎么跑步 我是给他看很多很多很多影片 他学会了 他就会做这个动作 哇好厉害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好 所以台积电 COAS产能 对 火速扩展 从去年到今年 COAS产能翻一倍 嗯 那 明年比今年会再翻一倍 2026年还会再拼 再往上成长 最相关的设备商 对 代表股就红硕嘛 是 喷翻了嘛 这个去年还 这个500块 到今年已经到2000块了 好 所以昨天我们干嘛 我们去参观这个国际半导体展 对 好那当然展会上有非常多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厂商 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投资人 有一些投资机构会去看 到底相关的公司很多啊 到底这些公司未来展望是什么 好 当然啊 我觉得让我们比较熟悉的 我们过去看这个广运的展场嘛 嗯 如果你单看股价 你就觉得说 这个我们去 我们今年代表说 上半年 买在这个58块 59块 60块 这样一路上去 好 翻倍嘛 我们赚翻倍 融资2.5倍 虽然没卖最高 没卖到140 好 那又如何 杀下来 其实我们在这一波跌破限增价90 再入进场 嗯 其实这个我们买的位置是相当好的 因为它是在跌破 年限 跌破200日限 好 那现在这个位置 刚好也是在支撑区附近 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从股价来看这家公司 就显得什么 肤浅了 对 肤浅了 格局小了 为什么 其实你要看一下公司未来展望 你要知道它的产品到底做什么的 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哪里 它现在最重要的发展 水冷 哪方面的水冷 两项进末式 两项进末式 最重要就是里面的借电液嘛 借电液价格非常高 可是以前借电液是有污染的 那现在要做什么 无佛的借电液 要认证嘛 那再来是借电液要维修的时候 盖子打开会挥发嘛 是 耗损很多 可是借电液非常非常贵哦 所以借电液的要如何让它的耗损率 能够低于这个厂商要求的千分之五 那再来是80k瓦的这个塞卡 水冷的这个塞卡 是 CDU嘛 甚至于整台的这个机子要怎么做 好 那这个最终认证结果如何 那5G基地台的水冷散热 基地台很多嘛 好 那包含像这个资料中心 TELA Center 它的相关的这个工程 除能 跟水冷充电桩 好 这个都是现在 大家需要注意到的 甚至于 OTH 这个自动化设备厂 这个天车啦 天车 也是外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 好 切入半导体事业 所以啊 现在看起来股价是弱的 没有错 今年的EPS我认为也没什么贡献啦 但是2025年 然后每年的这个3月份 皇农区明年有机会3月份又来台湾哦 这个GTC大会 我想就会拿出一些新的不要东西 基本上它现在已经是NVIDIA的一个 确定的一个合作伙伴 而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关于在OMIVERSE这一块的应用 其实OMIVERSE应用的方法非常广 下来MPNC 多目标的这个多镜头的一个追踪 好 甚至于这个孪生数位 在接下来相关 NV供应链的这些厂商的这个应用 是 AI智慧工厂仓储等等相关 非常多 好 那这一块的应用是非常广的 好 值得投资朋友在后续持续去做观察 而不是每天只看着股价这样涨跌 这样你会很辛苦 好 好 那另外一档股票 这个29711店 昨天大盘重挫 对 1000点 他当天杀低 然后拉起来 攻到快涨停 标了17% 昨天投信第一天开单 590张 三大法院都买 很奇怪 昨天大盘下跌 1700档股票都跌 他可以从下跌拉到 单日标17% 结果为什么 头顾 这个金控的统一头顾 他发一份报告 这个上修他的展望 给他26倍的PE 哇 好 说今年的EPS是3.36元 然后目标价给他调到88 好 当然我觉得目标价仅供参考 对 参考我们的比较重要 为什么 今天一粒店再度攻上涨停板 而且涨停的这个锁张超过7000张以上 为什么 因为有隔日冲进场锁单 那操作股票 我跟大家讲最机会什么 追股票 对 最机会追高 隔日冲追高 隔天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会出场 是 但是如果你去追高 你不知道要出场 对不对 那就完蛋了 嗯 可是我们什么时候买的 8月8号 我送给大家礼物 旌旗四超人嘛 对 我说57.4 你看今天75块 如果你今天才想追 那我只能说太慢了 昨天也是慢啊 对 你跟投信 都太晚了 为什么 8月14号我就跟大家讲 我说泰国场 二场 正式启用 是 营收后面就会变大 数字就会变大 那股价不会上来吗 对不对 你光看我们节目 你就知道啦 对 好 所以接下来 还有什么样的公司 是 可以在乱世里面称雄 那这份报告非常重要 一定要索取 赶快在影片下方 你喜欢表达 或是拨打电话 叫0277251500 那我们谢谢老师的分享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快点加入老师Live 还有Telegram 还有老师的个人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 然后再开启小铃铛 顾铃当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